我们继续讨论的是中飞在南海的争议 这个问题想请立文姐来帮我们讲一下 这个是9月14号菲律宾海警的9701号船 已经撤离先兵礁了 当然呢 在这个地方滞留将近5个月的时间 是靠着这个米州啊 维持树州 在撤离的前两天 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说 就已经开始断粮了 当时呢 多名的船员是打点滴 躺在单架上 下船之后直接上救护车 好另外呢 预约谈天呢 这个微博上也有公布了画面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哦 菲律宾从先兵礁撤离的时候 这个船之上就有一块黄色的补丁 当然是之前冲撞所留下来的 好因此呢 这个中国大陆就指一说 菲律宾政府你原本不是说 要修船才能够离开吗 现在证明其实不修也能够离开嘛 但是呢 这个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 已经说了证告非方 停止山宣炒作 冒险侵权 与中方相向而行 维护南海各方行为的宣言的严肃性 还有有效性 好但是菲律宾现在还有底气吗 因为呢 他们的国家海事委员发言人说 我虽然9701号船已经撤了 但是我另外一艘船即将要立刻接替 他们还敢来吗 难道没有说认清事实吗 我认为他们还会再来 还会再去 因为菲律宾当然他是以下犯上嘛 不要说下上啦 我们这个国家彼此之间都是对等的 以小犯大 所以他当然知道 他这就好像蚊子去盯了这个犀牛脚一样嘛 但为什么他还是要这样做呢 他当然就是摆明了用最小的成本 不断的去骚扰你 那在这个骚扰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 比如说让这个部分的海域的争议 能够继续的持续 对不对 因为一直在乱啊 对不对 第一个这是有争议的 所以他不能够马上就接受了中方 对于这片海域的宣称嘛 不能够对中方对这片海域的主要 就是等于是坐实了 那菲律宾我刚刚讲了 以小博大 这就是他的玩法 那他敢这样子玩 当然他也知道 虽然我只是一只小蚊子 但是你就不会把我打死 你可以把我赶走 不要说蚊子好了 苍蝇好了 我就在你旁边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但你不会把我打死 我虽然不能够对你怎么样 但我就是有一只苍蝇存在这里 那当然他背后有老美嘛 所以他也知道老美会帮他讲话 那他这些动作也是老美默许的 或甚至于是老美指使的都有可能 那中方又何尝不晓得呢 他当然知道菲律宾在打什么主意 打什么算盘 但毕竟中方是大国 他要处理的这方面的一个争议 他要面对的不是只有菲律宾啊 一只苍蝇打死还不简单嘛 但问题不在这里啊 他要看跟这片海域相关的国家很多 还有全世界都在看你中国怎么处理相关的争议 所以对于中国来讲 他必须展现出来 我是有能力 有节有首的按照我所要的节拍 我所要的一个效果来处理这件事情 我不会让你菲律宾得逞 但我也不会让你把这件事情升高扩大 你要知道这也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你被每天惹毛了有一天 出手了也有可能的 对不对 但你中方就要展现你可以长期有高度的纪律 自制的能力 但是呢又要展现说 不会让菲律宾嚣张 这中间的分寸的拿捏 就在于他们整个的海景 他不是出动军队嘛 他都能够做到 该包围的时候包围 该给他们一定的这个讯息是很清楚的 那你看他们后来派直升机有空降的时候 中方也让他做啦 对不对 也让他就是空投了一定某个程度的物资嘛 那你现在撑不下去啦 你死撑活撑撑不下去你得走啊 那到时候他一定还会想办法来骚扰的 他不可能就此打住的 但中国方面也不会让你 让这件事情升高跟扩大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何尝不是对中国的一种测试呢 全世界都在看美国也在看啊 我派一艘菲律宾的破船去 对不对 我就看看你中国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这测试出很多重要的讯息 这测试出很多重要的态度 这也让你看中国大陆做得到做不到 我刚说的纪律克制 又要给你一定程度的 让你觉得说让中国不会面子挂不住嘛 那是堂堂一个大国随便人家给你骚扰 随便人家跟你羞辱也不可以啊 所以他也必须要守住他一定的尊严跟立场 但是他又不可以太过度 然后他也不能把这件事情给扩大 那菲律宾想要无端的扩大 那这个中国也必须从头到尾控制 没有死伤耶 这个东西你看那个力度的拿捏 这些都是学问 那这都会展现出中国大陆 他在对这件事情上面 他不只是文斗武斗方面 他都想得很清楚 他都可以执行 他都不会出错 那你今天菲律宾骚扰了几个月之后 再骚扰久一点 你会不会被激怒呢 大陆会不会被激怒呢 会不会犯错呢 菲律宾可以犯错 大陆不能犯错 所以我刚才会说 下市对上市 以小犯大 菲律宾有它的优势啊 我就一艘破船怎么样 全世界都知道我穷啊 这也不丢人啊 不是吗 对不对 我的军力 我各方面我都比不过中国大陆 那怎么样呢 那我就是搞这一 我就是搞这一招 我菲律宾就是搞这一套嘛 其实就是这样 但是中国大陆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倒是处理的相当的恰当 那这个处理的过程 你会不会让周边的国家 或者是世界国际 也某个程度的 对中国大陆刮目相看呢 就是说我今天中国大陆 也不会因为大就耍流氓 我今天也不会因为大 我就有大欺小 我就压制让你菲律宾 不敢吭声 必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大陆的一举一动 全世界都在观察 都在看 因为毕竟你崛起的时间这么短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 大家都在看嘛 所以那美国过去是怎么样的行径 美国是怎么样的处理 大家都知道那大陆是什么呢 是不是真的像大陆所说的 他一定严守国际的法律 他一定严守 凡是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 他一定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东西不是你讲了就算数啊 那人家要看你怎么做啊 有像菲律宾这样的去挑衅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呢 有像菲律宾这样子跟你胡搅蛮缠的时候 跟你骚扰不断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呢 你前三天表现的都像你说的 但三个月后呢 你还能够维持这样子的一个 风度 气度跟能耐吗 那这些东西都其实都是考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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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